索女記兩月槍擊 同過死神 前日美國的槍擊案 對此只有20歲的Jessica來說 是死神對她的第二次召喚 在丹佛體育電台做見習記者的她 是超級運動迷 原本前途無可限量 但雙個月以後她差點死在加拿大 當日她去佐多倫多伊頓中心買了熱狗 誰知就發生槍擊案 幸好她沒有坐下吃才被鬼劫 她還在Twitter提醒自己要珍惜生命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地上的日子 將會在何時何地結束 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會在那裡呼最後一口氣 前晚她約朋友Brett 齊齊看蝙蝠俠午午夜場 私發前還在Twitter留言 唱戲遲了20分鐘還未開始 這句說話就成為她的遺言 兩個人都中了槍 Grant按著Jessica損口想幫她止血 Jessica最初痛到尖叫 後來忽然靜下來 原來她頭部都中了槍 我發生了一個電話給我媽媽 我拿了電話給我 我認識有什麼事發生 我之前開始說話 我可以聽到激烈 我只能出現是 我的妹妹被殺了 慘劇令到12人枉子 但Jamie和女友就逃出生天 她事發時在戲院 和女友和子女失散 還未在醫院找回受輕傷的女友 還立即向女友求婚 而她對子女都安然無約 令Jamie更加珍惜眼神的幸福